故宫红墙黄瓦,气势辉红,每一砖一瓦都透露着威严与庄重的气息,这里不仅承载着厚重历史与文化,也流传着各种传说,就连屋顶都藏着神秘故事,而且说法还特别有趣,据说没有鸟赶在故宫上拉屎,这个说法信的人很多,传得也很广,也许从故宫建成就开始流传了,那么鸟们为何会对故宫的屋顶如此客气呢? 这究竟是迷信,还是背后隐藏着实实在在的科学依据,这里是单看世界,带你领略全球风云,探寻历史智慧,自古以来,天空就是鸟们的专属领地,它们在那里自由翱翔,无拘无束,可是有个地方,即便是鸟,也得收敛起那份自由,那就是故宫,故宫历经六百多年,是北京的地标建筑,不但是中外游客的打卡地,也还有个挺有意思的牺牲, 鸟不拉屎的地方,你可能会想,这怎么可能呢?但实际上,故宫屋顶还真就是这么个神奇的存在,故宫大的没边,房子多得数不清,可袜上有鸟屎,屋顶生杂草,这让寻常百姓都头疼的事,在故宫竟然成了浮云,提起故宫,总有人津津乐道,说那是皇帝的地盘, 真龙天子住的地方,自带天威,鸟哪敢去造次呢?还有另一种说法,说是故宫屋顶上装饰多,五脊六寿,是上古神寿,威延不是农田里的稻草人可以比的,鸟见了下的绕道,躲得远远的,不过,这些说法听起来挺玄乎的,但都站不住脚,说实话,有点靠谱的说法是,故宫那气势, 恢弘得很,帝王之气扑面而来,皇上住的地方,不仅要庄严,还得安静,不能随便,那当然不能让鸟屎这种误会,把皇家的尊贵给搞臭了,所以当初建造故宫的时候,建筑者们可是费了不少心思,在屋顶设计上下足了功夫,说白了,故宫的屋顶,就是鸟的进飞区,飞都不敢飞,更别说拉了,故宫红墙黄瓦,古色古香,俺说应该挺招鸟喜欢, 可实际上,真正走一圈,远远望去,屋挤眼角,干净的跟刚打扫过似的,根本不像别的古建筑屋顶,鸟粪点点,杂草斜出,马卫都曾在一次节目里,就聊到过这个话题,他说起故宫屋顶为什么没有鸟屎,原因故宫屋顶琉璃瓦,光滑的跟镜子似的,鸟站上去也得打滑,再加上屋顶设计的斜斜的,鸟们压根就站不稳,他们也就不乐意在上面方便了, 所以故宫屋顶能保持那么干净,还真不是啥神秘力量,就是物理原理加巧妙设计,简单又高级,化而研制。 鸟儿想在房顶上站稳,关键得靠他们的爪子和接触面之间的摩擦力,想象一下,故宫的屋顶铺的都是特别光滑的琉璃瓦,再加上屋顶是斜的,鸟从天上飞过来,想在上面斜个脚,那也是挺难的,基本上站不了,多久就得飞走,这样一来,鸟在屋顶上排便的机会,自然就少之又少了。 计算后,用了一种叫做鹰不落的设计,就是通过控制瓦与瓦之间间距,让屋脊的宽度大于鸟类的指间距。 这样一来,鸟的小细爪子根本就抠不住屋顶的瓦片,站都站不稳,自然也就知难而退,赶紧飞走了。 所以说,不是鸟不敢去故宫的屋顶,而是它们根本就待不住,而且故宫屋顶设计的如此陡滑,除了防鸟停留,也还有别的考量,就是把防鸟粪这事也给考虑进去了,就算有那么一两坨不小心着陆了。 雨水一来,立马就给冲刷的干干净净,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周前博士指出,没有史料证明,古人在设计建造房屋时,采用琉璃瓦顶是为了防止鸟类停留。 但有科学分析表明,发量的物体不利于鸟类或其他动物靠近,琉璃瓦在阳光下反光,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限制鸟类在瓦面停留。 故宫的屋顶都是采用黄色的琉璃瓦屋顶,高饱和度的黄色在阳光下一照,金光闪闪,尽显皇家气派,可是对于鸟来说,却是极不友好,刺眼又刺激,况且故宫的屋顶都是鸟类害怕的红色屋脊,这种红黄搭配的鲜艳组合,既挑战了鸟类的视线,又让鸟胆战心惊,面对这样屋顶,鸟们也是挺无奈,他们只好静而远之。 重新找地方栖息,毕竟这皇家气派,也不是随便来个鸟,就能享受的,清代宫殿建筑里,虽然有好多精巧的结构和设计,但多数都是关乎工艺,力学结构,因此,包括屋顶在内所有设计的根本目的,就是突出要皇权的象征,要说为了鸟使问题去大费周章,那可真是不划算,也没必要。 这些观点,不但揭示了故宫琉璃瓦设计可以仿鸟,纯属无心插柳之效,而且也为我们了解鹰部落设计,提供了另一个视角,虽然故宫的建筑水平至今让后人惊叹,可那时候的加工水平和建造工艺都有限。 要想让屋顶的每一块瓦都保持一样的宽度,那简直是难上加难,事实上,大多数情况下,工匠们都是先定好中间的一龙瓦,然后往两边扑,误差自然是少不了的,所以鹰部落这个说法。 其实更多是因为工艺限制后,瓦与瓦之间的找急,而不是真的为了防鸟,而且为了证明马卫都那个站不住的观点,其实站不住脚,有个叫陆地围伯的博主,特意放了一个视频,视频里,一群鸟就在故宫的太和殿屋顶上悠闲地待着。 按陆地围伯的说法,太和殿屋顶几十米高,就算有鸟是肉眼也看不见,因此颜色刺激,雨雪冲刷,自然降节等因素,都会让故宫屋顶的鸟分没有那么明显,可不过鹰部落,鸟,站不住这种说法,其实也是人们对传统的一种美好想象。 虽然没那么玄乎,但也不用嗤之以鼻,提到古建筑的屋顶,你可能还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,那上面经常会冒出些杂草来,时不时的还得去拔一拔,这就让人好奇了,要是没鸟上去歇脚拉屎,那些杂草的种子又是怎么跑到屋顶上去的呢? 既然古建筑屋顶都免不了有鸟屎,那故宫又是怎么做到比别的建筑清爽呢?其实理由也很简单,劳动最光荣,说起这故宫的养护,那可是分工明确,有两个部门专门负责,一个是工部下面的迎善寺,专门负责建造。 修善宫殿,这个衙门官职只是从无品,算不上大,但也绝对不小,《红楼梦》里的贾政,就是个从无品的迎善私园外郎,可见这职位的分量,至于日常的养护,清扫工作,那就得靠皇宫里的洗扫太监了,明朝的时候归职殿监管,到了清朝就归内务府馆,他们就像是现在的物业保洁家修理工,修理泡帽低漏,清理转运垃圾,定期给房屋做保养, 后来发现迎善司和内务府的活有些重叠扯皮,于是就又重新做了分工,公部迎善司主要负责京城里的谭庙,关属这些建筑的养护,至于故宫和皇家园林的建筑和修善工作,那就全归内务府的营造司来管了,这样一来,大家各司其职,责任明确,故宫的养护工作也就更加有条不紊了,说到皇宫的修善,那可是个细致活, 大概每隔三年,整个皇宫就得全面修整粉刷一番,换个新面貌,而那些接瓦盐头,传望之类的,五年左右就得换一次,保持他们的结实劲,像太和殿这样气派的大建筑, 十年左右就得来个彻底的大整修,确保他威严不减当年,而且日常的维护可不止这些,营造司还得给紫禁城的建筑定期做个体检,几乎年年都得来一回,就拿慈宁宫来说吧, 前龙58年7月25日那天,总管内务府呈上了一份清单,上面详详细细的寄了慈宁宫的体检报告,经过核查发现,慈宁宫有多处新渗漏, 并且门扇砍旁有游是爆裂的情况,而体检,也不光是查查问题,修修补补那么简单, 还有个重要的任务,就是要给这些宫殿进行彻底打扫,比如爬上屋顶,清理鸟屎和杂草, 因此故宫屋顶的光洁,不落鸟粪,并不只是设计和建筑的智慧,这背后,也是常年累月细心养护的功劳, 平时逛故宫,光顾着惊叹里面的金碧辉煌,谁也不会会特意盯着屋顶看, 看上面到底有没有鸟屎,所以,一些以讹传讹的民间传说,不但容易忽悠人, 也却是容易带着人跑偏,因此啊, 别老想着故宫屋顶为啥没鸟屎这种传言了,事实与传说不同, 他需要证据和逻辑来支撑,而非凭空意想,毕竟故宫的壮美, 可不是靠这些传言来撑腰的, 从科学的角度来判断,没有任何一只鸟敢在故宫的宫殿之上拉屎, 实际上也是有依据的,它们并不是不敢, 而是不能,要知道在紫禁城建设的初期, 其实古人就已经考虑到了鸟兽在宫殿之上排泄, 以及后续的清理问题, 所以古人在设计故宫的时候便利用了一些精妙的技巧, 首先就是在屋顶上采取了措施, 如果我们去到故宫可以发现, 故宫的宫殿虽然说左右对称, 但是屋顶的整体坡度却极大, 最中间的房梁处也是十分的窄小, 这并不利于鸟兽在旗上的栖息, 那些鸟兽想要排泄, 必须要先找到一个适合的停歇点, 率先保证自己的安全, 以防天敌的袭击, 可站在那些坡度较大的房顶之上, 由于瓦片太过光滑, 这些鸟兽则是会不自觉的下滑, 而中间的横梁范围又较窄, 也不适合去排泄, 这些小鸟找不到一个让自己安心的地方, 自然也不会在故宫的宫殿之上拉屎, 而至于另外一个因素, 则是由于故宫宫殿之上所铺设的全部都是琉璃瓦片, 本身在明清时期, 民间的手工艺产业达到了一个发展高峰, 不仅能够制造各种奇特的工艺品, 而且还能够制造色彩鲜艳的琉璃瓦, 这种瓦片不仅色泽鲜艳, 能够起到一定的美观作用, 而且还能够反射阳光, 混淆这些鸟兽的感知, 当这些小鸟站立在宫殿之上的时候, 它们也会因为瓦片的反光而受到刺激, 从而产生威胁感, 这也是利用了鸟类天性畏惧反光物体的特点。